我們看這一題 他問說有關莫的敘述下列盒子的正確 什麼叫銀莫呢? 銀莫它的意思就是一堆的意思 銀莫的例子就是一堆的例子 這一堆的例子它有幾個呢? 它有6乘以10的23次方格 銀莫的例子就是等於6乘以10的23次方格的例子 那麼他問說哪個正確? 我們看有沒有約選項 他有18克可以製成水蒸氣一末 若改製成冰的話則不到一末 這錯啦 因為這個個數要守能嘛 你做成的水蒸氣跟做成冰 它例子數是不變的 我不會說你做成的那個水蒸氣例子比較多 做成的冰的例子比較少 這是錯的 都是6乘以10的23次方格 這樣我們看有沒有約選項 25度C時 每末氧氣所含的原子數是等於25度C 每末氧氣所含的這個原子數是等於6乘以10的23次方格 每末氧氣 這個應該是分子數 每末的分子數是6乘以10的多少呢 25度C的時候 每末氧氣所含的分子數是等於6乘以10的23次方格 一末 如果溫度增高到50度C的話 每末氧氣所含的分子數大於6乘以10的23次方格 這錯啦 還是什麼呢 還是6乘以10的23次方格 這樣看呢 C選項 任何溫度下 一末氧氣所含的一出 這個對啦,一末它的意思是一堆嘛 那這一堆我們規定它是6乘以423公格 所以C是對的啦 那D以上結合它是錯的 所以大家應該要選C啦